為甚麼? 照來照去, 咬來咬去 腰都好像彎了一樣 怎樣都弄不直 有些東西, 彎了很難咬回直 你別亂來 說你不信, 因為越弄越歪 對, 脊柱側彎這些問題 發緊要容易糾正 不看你一把年紀, 骨頭都硬了 這位先生, 你好像很聰明 認識很多東西 那我問問你, 你有甚麼法寶 可以幫助發育的年輕人 改善脊柱側彎這個問題 說法寶的話, 我當然… 沒有了, 但不要緊 我知道哪有得搞 原發性脊柱側彎是比較常見的 女生和男生的比例是9比1 他們最常見是在青春期發育中的學童出現 正直在肌肉和骨頭生長得最快的時候出現 如果脊柱側彎初發的時候 剛剛發現可能弧度不是太差 但如果繼續忽視不理它的話 有機會那個弧度會繼續惡化下去 惡化下去就會影響肌肉更加不平衡 令到肌肉旋轉的時候 就更加影響到內臟的功能 針對青少年在發育期 容易出現原發性脊柱側彎這個問題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醫學系 就聯同物理治療師 二肢矯營師等的醫護人員 研發了一支細矯正促身醫 他比起傳統那些 你會看到他真的沒有那麼容易見到 沒有那麼容易見形的 當你發現他開始有輕微的脊柱側彎 而他正正在發育期間的話 他有機會在很短時間 他的側彎的度數是可以變化得很大 因為他發育得很快 我們主要是給一些叫做輕微脊柱側彎的人 甚麼為之輕微呢 就是他的側彎度數 我們叫他在20度以下 那6度至20度的這批輕微的患者 其實沒有甚麼特別可以做的事 那我們就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否可以去設計一件衣服給他 讓他日常的坐姿、棋姿 都不要特別差 令到他惡化 脊柱側彎來說 其實他有些地方會凸出來 針對這些情況 你不可以就這樣穿一件緊身的束身衣 他就可以改善 他就除了保持直之外 他有些歪的地方 是給力去推正 所以基本上我們那件束身衣的原理 就是靠帶給力去鋪著它 再加上放一些物料 在一些特別的位置上 然後去改善它不平衡的地方 研究團隊首先去到各間學校 為同學初步檢查 是否有脊柱側彎的症狀 如果他有脊柱側彎的症狀 我們會邀請他回來理工大學 然後做一個超聲波檢查 超聲波檢查裡面 就可以看到彎曲的情況 讓我們更加清楚 究竟是一個有S或者C 或者彎曲的情況 在哪個位置 從這個檢查裡面 我們會得到一個詳細的資料 第二步我們就會去機電圖檢查 物理治療師就會檢查 沿著脊柱左右兩邊肌肉 那個不平衡的情況 這樣可以令我們更加清楚 它可能日常會否因為是姿勢的問題 一邊肌肉是用得特別多 一邊肌肉可能是很少用到的 所以從這個機電圖的測試 我們可以拿到這類型的數據 之後我們就會做一個三圍人體的素描 我們可以準確拿到新型的資料 用這些資料也可以幫助我們 去設計那件畜生衣的時候 更加合身 之後我們就會幫同學 用紅外線相機 拍下背部的紅外線分佈圖 從那裡其實都可以看到 如果它有高低不平的地方 熱力分佈有少少不同 那裡會進一步給我們一些資料 讓我們知道 它左右兩邊的不平衡的情況 在完成所有的檢查之後 然後還要幫同學度身 取得所有相關的數據之後 工作人員就開始設計和生產畜生衣 最後的步驟當然就是邀請同學試穿 整個試穿的過程是我們大概監察一年的 我們就會建議它每一天大概穿 至少是八個小時 就是由它起床開始就穿 穿到它放學或者吃完飯 但晚上它可以脫 除了促身衣之外 研究團隊還研發了一個輔助的傳感器 以及手機應用程式 可以進一步幫助同學改善姿勢 這個這麼小的傳感器 加了在衣服裡 就算有很細微的改變 其實它也感應到 它也可以連接到手機 如果姿勢不太好 它就會震一震 提醒你 你要坐好了 一天裡面 它有多少次坐得不好 電話都會記錄下 所以可以出一個報告 即是告訴家長 甚至乎告訴我們研究人員 知道它一天裡面 有多少時間坐得不好 這個傳感器 都可以測試溫度 它有沒有穿件衣服 我們都知道 在治療的過程裡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一個 更加好 更加舒服 或者更加方便的治療 希望令到病人願意使用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治療不成功 不是因為那個方法不對 是因為它真的不願意做 要不就太麻煩 要不就太不舒服 如果我們改善到它穿著方便 而且它使用的時候比較舒適 其實在這方面來說 已經可以幫到很多病人 容易接受到這個治療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目標和方向 我們希望日後 我們可以用這些技術 再去優化這些姿勢改正衫 讓多些人可以使用 發展現了 車長 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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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